这头水牛因为落单被狮子捉住 旁边一个脾气火爆的大哥看不下去 他直接带头冲锋 想要赶走狮子 可惜狮子大吼一声 把他给吓回去了 大哥回头看了看兄弟们 问他们怎么不跟着自己一起上 这头母是抓到一头落单的水牛 这头水牛胆子也太小了 狮子还没下口咬它 它自己救下的四脚朝天 看样子已经四肢抽筋 只能等死了 狮子也没想到这次捕猎这么轻松 想要慢慢享用白捡的午餐 但这时水牛的同伴们赶了过来 看到只有一头狮子 水牛们便蒙上了解救同伴的想法 狮子不想白白丢掉午餐 它赶紧咬住了水牛的脖子 只要快点解决了这头水牛 它的同伴们自然就会离开 看着狮子巨大的疗牙 水牛们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它们围在四周 慢慢地试探了一会儿 果然还是觉得狮子不好对付 得回去多叫些牛来 不一会儿 整个水牛群都赶了过来 它们将狮子团团围住 看样子是不打算上来 这样的人多 一个脾气火爆的大哥看不下去 他直接带头冲锋 可惜狮子大吼一声 又把它给吓回去 大哥回头看了看兄弟呢 问它们怎么不跟着自己一起上 水牛越来越多 它们慢慢接近尸和被放倒的同伴 有的水牛缓戳了出躺在地上的同伴 它赶紧折腾了几下 证明自己没死 好让队友们赶紧救自己起来 再等一会儿可就真的要断气了 水牛们用头顶的地上的水牛 将倒地的哥们扶了起来 这时候狮子虽然还是紧咬着不松口 但它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了 两边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水牛们又在想别的方法 这时几个水牛趁机落到了狮子后面 举着头上巨大的牛角 慢慢靠近逼迫狮子松口 狮子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多水牛 它只能落荒而逃 水牛们成功地从狮子口中救下了同伴 几个年轻水牛还去追赶狮子 微风了一下 狮子趴在草上非常郁闷 它第一次遇到这么团结的水牛 不过这么一大群水牛 确实不是它自己就能应付的 因为有狮子在旁边溜达 水牛们还是非常的谨慎 它们围在一起 强壮的水牛将小水牛围在中间 紧接地盯着狮子的一举一动 看着水牛们这么团结 狮子只好暂时撤退 水牛群也终于可以放心地低头吃草了 并不是所有的水牛 都有好的同伴救自己 这对可怜的水牛母子就被狮群盯上了 水牛妈妈战斗力很强 她一个飞顶 直接将狮子顶出五米远 但狮子非常灵活 不一会她又回来不断地试探水牛妈妈 水牛妈妈一遍遍地驱赶狮子 但这样除了被消耗体力外并没有什么作用 狮子见水牛妈妈力竭 冲过来一口咬住了小水牛的脖子 好在妈妈及时赶到 小水牛才保住幸福 眼看自己拿不下来 狮子将狮群喊了过来 三只狮子包围了水牛母子 两只狮子引开了牛妈妈 一只趁机咬住了小水牛 很快小水牛就断气了 见到孩子已经没了 牛妈妈也无心恋战 她赶走了拖住自己的狮子 回到牛群里了 这只狮子身陷在玉璃当中 更糟糕的是 她的脖子还被狮子紧紧咬住 此时她的处境很尴尬 进退两岸 脚马究竟能不能成功脱鞋 这几只脚马真是太倒霉了 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 一个个从河边走过 他们几个却泥足深险 看来是没有好好的跟着导航走路 才掉到了沟里 脚马在里面拼命地挣扎 好在泥潭不是特别深 有几只脚马经过努力成功挣脱了舒服 现在就剩下了两只脚马 左边的脚马脑子比较活跃 蹦蹦跳跳就成功爬上了岸 她也不管自己身边的小伙伴 一溜烟就跑出去二里地 现在就剩一只脚马 她心里有些急躁 一只狮子一迅雷不及掩而知识 出现在脚马面前 狮子冲到脚马的头上 用力地咬住脚马 不过脚马也不是吃素的 她用力顶着狮子 狮子一次次被脚马顶到起飞 但是狮子借助自己跳起来的力量 成功地控制住脚马 狮子用身体的重量 将脚马脖子压在地上 趁机锁喉 看得出来狮子的捕猎经验十分丰富 可能是有点累 狮子咬住脚马的脖子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位置 狮子很谨慎 尽量地不让脚马踢到自己 脚马这时候心里非常绝望 不管他怎么动 都摆脱不了狮子 狮子咬着脚马的喉咙 看得出来脚马的皮很厚 现在还没有咬穿 脚马此时还在向前缓慢地移动 不停地带着狮子变换位置 转了一个大距离 狮子和脚马这时候 都已经陷入了疲惫的状态 就看这时候谁能够坚持得更久 谁就是赢家 脚马此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求生语 狮子的身下已经因为摩擦太用力 出现一个大坑 但是脚马也加大了挣扎的力度 拼命摇头甩尾 狮子为了捕食这只脚马 使出了浑身力气 身上肌肉凸气 此时狮子使出自己的杀手剂 抱住脚马的脖子一个用力 将脚马按倒在地 脚马此时已经奄奄一息 双腿在不停地挣扎 可是没过多久 脚马的腿就不再动了 看得出来脚马已经去了轻轻草原 此时狮子还在咬着早已僵硬的脚马 他非常谨慎不惜望到嘴的肉飞了 最后狮子放下心来 放开脚马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实在是太冷了 现在终于能好好的休息 狮子的嘴已经是泥泥不堪 不过为了美味的食物 一切都是值得的 脚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坚克 如果没有遇到狮子 它们可以活20年 但是遇到狮子以后 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这只脚马被狮子追到了泥潭之中 不过狮子也不敢轻易地下手 毕竟进去容易 出来很困难 可是这只脚马却主动送上门 自己走出泥潭 本来脚马想听一想 富贵险中求 看看自己能不能出来 可是它明显低过了狮子的实力 刚走出来就被狮子咬住脖子 它拼命挣扎 最后还是被狮子一口封喉 此时躲在后面的雄狮 看到队友捕猎成功 才不慌不忙出来捡愣 更过分的是一点忙也不帮 狮子刚把脚马从泥里拖出来 弄得身上脏兮兮 像刚要扮回来一样 这时候那只简陋的狮子踩过来 蹭蹭它来表示友好 甚至还不要连响仙下水 就这样两只情意浓浓的雄狮 在草原上互相溺歪 开始享用它们今日的大餐 这群疯狂的猎狗 围着一只躺在地上的母狮 它们虎视眈眈 面对猎狗的挑衅 牧师奄奄一息地倒在那里 仿佛失去了还击之力 它最后的命又将如何 这只母狮在捕猎的时候 前腿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它躺在地上 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是母狮还不能倒下 因为它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在等待它回家 母狮重新振作起来 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的巢穴 因为右前腿受伤严重 所以在走路的时候不敢落地 只能靠另外三条腿的支撑 在河流的泥水中艰难行走 但是它没有想到 有一天自己的回家之路也会变得困难冲冲 小家伙明显很期待妈妈的到来 伸出头来显得很兴奋 好在母狮安全地到达了湖中小岛 找到了自己分离多天的幼儿 但是对于一只母狮来说 狐身一个带孩子的生活 实在是太过艰难 离开了狮群 小狮子和母狮的处境十分危险 但是它不能不去补力 那样自己的孩子只能饿你 终于在一处闭矮的灌木葱中 它发现了一只藏在这里的小羚羊 虽然它实在是太小了 小到还不足以填饱自己的肚子 不过有剩余 总比什么也没有找到好 虽然已经饿了好几天 但是母狮并没有立即吃掉小羚羊 因为它的孩子更需要这顿饭 可是还没等它回到家中 就被一圈猎狗盯上 这时候幼崽已经不见了 但是幼崽的命运已经显而易见 猎狗围着母狮 看上去已经胜券在握 这时候的母狮已经无力反击 疲惫地趴在地上 等待死亡的到来 一只猎狗终于失去了耐心 但是母狮不想就这样死去 它奋起反击驱赶走了 攻击自己的猎狗 激烈的战斗正式打响 猎狗群起而上对它展开围攻 它不断地反击 但是猎狗实在是太多 母狮一个蓄力爬上了大树 猎狗也逐渐地失去了耐心 不再关注母狮 好在狮群并没有放弃母狮 狮群中的一只熊狮 看到母狮的遭遇后 为了逃母狮的关心 对猎狗展开了疯狂的抱负 这只体格健壮的熊狮 来到猎狮的超学 远处的猎狗已经觉察到了 气氛有些不得 但是面对这样的熊狮 它们也不敢轻易地向前 它用巨大的爪子刨开土壤 寻觅着目标猎物 很快一只小猎狗就被熊狮咬住 远处的猎狗妈妈看到了一切 但是它不敢上前 因为和狮子单打卢斗 只有死路一条 小猎狗在熊狮的嘴中 就像是玩具一样 很快一个又一个的猎狗窝被刨开 小猎狗惨死在熊狮的口中 但是熊狮并没吃它们 就像是示威和警告一样 将尸体丢在一边 狮群来到羚羊群前 哈拉子都快流出来了 这些羚羊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狮子已经近在咫尺 它猫着腰躲在草丛里 做出攻击的姿态 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 一只羚羊歪头看了看镜头 本来想要拍个美美的证件照 却意外发现了狮 吓得它浑身一击灵 把腿就跑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 非洲大羚羊究竟有多勇猛 一头羚羊硬钢两只狮子 还能把狮子追得满地跑 两只看上去有些沧桑的狮子 正在光明正大的偷袭羚羊羊羊 还有些摸不清自己的地位 不跑也就拔了 还主动冲上去想和狮子掰腕子 两只狮子冲过来 趁机一口咬住了羚羊的脖子 刚落到地上 羚羊就被狮子紧紧咬住 它还想继续挣扎 但是两只狮子都紧紧地控制住羚羊 最后羚羊成功变成了狮子的下牛菜 大草原上每天都在上演追逐逃命的戏马 这群狮子又看到了几只羚羊 它们趴在地上扑扑前行 充分地展示出自己优美的身形 一看就是一个惊艳丰富的猎手 狮子走路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 所以这些羚羊也没发现狮 旁边一群小羊经过 狮子开始了捕力 羚羊此时才意识到危险 它们盯上一只若单的羚羊 开始进行最后的围力 在丛林中 跑得慢只有被吃点 但是这只羚羊有点倒霉 虽然它跑得快 竟然被绊倒了 此时它应该很想说一句 总有刁民想害人 狮子也冲到前面 将羚羊变成了自己的晚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